今天和大家介绍传说来自精灵宝可梦钻石珍珠板 森芝洋馆是位于神奥地区百代森林出口附近的一座无人建筑 它是宝可梦中非常有名的鬼屋 多数人只知道在达成一些相关条件后 于晚上八点后在洋馆里查看电视可以找到骆驼母 但其实这栋洋馆也存在着恐怖的传说 传说是这样的 在一栋洋馆里住着一个老人 双胞胎孙子孙女和两只宝可梦 他们过得非常幸福 直到来了一位青年 她是一名企业家也是老人的弟子 为了接受更多老师的指导 她决定在此住上几年 她会教双胞胎画画还会跟他们一起玩 双胞胎很快就喜欢上她 没过几个月 千年强暴了女孩 并且心中也扬起杀掉其他人的想法 原来打从一开始 她就只想得到艰苦的密码和珍贵宝可梦而已 日子持续过长 某天晚上 在雷电交加暴雨天 青年终于下了手 她在男孩和老人的饭菜里下毒 不巧 这么被女孩看见了 女孩趁青年不注意时 将有毒的饭菜和没毒的调换过来 有毒的饭菜摆到了自己和青年的桌上 吃饭时间到了 青年看到少女一口饭都不吃 男孩和老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感到异状时 脑袋传来剧烈的疼痛 甚至开始呜吐 她知道自己中了毒 急忙跑到厨房使用了解毒剂 青年稍微舒缓了中毒的症状 老人走进厨房关心她 青年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拿起了菜刀 青年回到双胞胎面前 身上沾满了鲜血 双胞胎顿时领悟到 自己的眼眼已经不在人世 男孩因为恐惧无法动态 女孩只抱住男孩 青年猙獰地看着双胞胎 高风雨导致室内停电 她分不清楚哪个是男孩哪个是女孩 于是她决定把两个人都杀掉 少女认为青年不会对她下狠手 于是倒在她面前调性 好让男孩逃走 男孩抛弃的女孩跑出食堂 管内想起的女孩凄惨嬌声 外面下着大雨 男孩逃走了 青年猖狂老人和少女的尸体 搬走了楼梯前的雕像 二十年后 在212号道路的别墅里有一位保安 不管发生什么也不会让主角碰铜像 之后深夜她去仰馆 为了祭祀爷爷和姐姐放一个仰根石 我们才可以去碰 那位男孩并没有忘记 眼前的老板就会夺走一切杀人凶手 她一直在找机会报仇学恨 至于那两只宝格梦 当他们看到少女被杀害时 害怕地躲了起来 一个躲在电视里 另一个躲在男孩肖像里 见识着来到这里的不速之客 这个传说是玩家们根据馆内情况推论出来的 首先 当玩家抵达这座洋馆后 将随机看到一个小女孩和老管家 他们分别出现在二楼的卧室 以及一楼的餐厅 当主角进入卧室时 隔壁房间有时会出现小女孩刚好走出门外 主角从来没有真正的跟对方面对面 管家则出现在餐桌的上端 主角向前走 他会开始移动并离开游戏室窗 而他从来没有出现的餐桌下端 他是从哪出口出去的呢 跟小女孩不同的是 管家不是步行离开的 他就像是漂浮在地面上 更令人感到惊悚的是 阳馆中 二楼房里的紫色画像 他会冒出红色的眼睛 并且一直盯着主角 随着玩家的位置不同 画中的眼睛也会跟着玩家移动 但当玩家接近画像时 红眼会立刻消失 在阳馆中 玩家可于垃圾桶内取得解毒剂 另外还能拿到三只羊羹 三只羊羹附在的阳馆闹鬼说明中提到 他们都是幽灵 在小女孩出现房里 狠取得招式及替身 仿佛在诉说 他是男孩替死鬼 白金版本中可以找到一本笔记 上面写着无法解读的潦草字迹 在大厅中应该有两座雕像的 但却缺失了一座 唯一和他一样的雕像 在212号道路的别墅里 因此有人怀疑凶手就是别墅持有者 羡慕先生 可是又有另一种说法 当玩家第一次来到三只羊馆时 会在外面遇见 企图不明的白带师到玩馆主 蔡总 游戏中玩家和他对话会得知 他因为害怕幽灵而拒绝进入三只羊馆内 随后 蔡总会慌张地回到城市里 此外 玩家要在获得他的徽章后 才能使用一字掌进入羊馆内 因此也有蔡总奇才凶手的说法 最后 其神奥地区是以现实世界北海道 和国后岛为原型 将地图翻转后 比对发现 三只羊馆位置正在松散园上 那里曾经发生凄惨的杀人事件 手法就会毒杀 最后犯人上吊自杀 传说了整个内容 似乎就在映射这起杀人事件 官方在2014年开设了一个宝可梦恐怖失落页面 里头回答了一些问题 其中包括三只羊馆的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管官方说辞模糊 但似乎间接承认了什么 在灵异迷之间很著名 那跟灵异绝会脱不了关系 故事已经结束咯 今天的故事是否让你被极发量呢 爱德每周都会发布各种都市传说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妨按下喜欢并且分享出去 不想错过任何影片 那就订阅爱德吧 我是爱德AD 我们下期见 拜拜